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都是不幸遇难的宇航员 可能我们大家从小到大都有一个飞天的猛 但宇航员这个职业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不仅要经过许多训练 而且宇宙中的危险都是大家所不能想象的 据我所知 从人类第一次升空开始 一直到现在 已经有18名宇航员不幸牺牲 而且因为遗体可能会感染到太空细菌 以及将遗体带回地球的难度性太大 所以宇航员一旦在太空中遇难 只能将他们的遗体放在太空中 而目前我们猜测太空中可能漂浮着五个人的遗体 那么这五个人有什么来头呢 第一位 尤金舒梅克 尤金舒梅克可以说是个天才人物了 他19岁就大学毕业 20岁硕士毕业 他发现了天然的科音石的存在 开拓和惦记了行星科学 当然尤金并不是在外太空遭遇意外而去世的 他是在澳大利亚考察的时候遇到车祸而去世 但是他本人想葬在太空中 体验宇宙的奥米 人们感恩他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 最后决定将尤金梅舒克的尸体发射到太空 第二位 克莱德·堪汤伯 现在大家肯定都知道冥王星的 但在1930年之前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冥王星 但克莱德·堪汤伯却在1930年发现了冥王星 因此克莱德对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 去世后的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发射到太空去漂浮 而漂浮着的另外三具尸体 因为年代的原因信息不够完善 只能知道他们是苏联早期在研发航天技术的时候 执行任务时牺牲的 即使他们的名字和成就我们不太清楚 但他们的苏联航天技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很多人说的 有人在天上守护着大家 这也不是瞎说 而是真的劝有其事 这些英雄永远在守护着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